生孩子 我在网上 网上说的是 女孩子啊 女 女 女 就是女孩 生小孩的话 就是相当于就是 把这个肋骨就打断 是的 打断十几根 还是二十根 的那种疼法 哎呦 这个太恐怖了 你说所以的话 女人为什么伟大呢 就这一点 我就特别伟大 来到一个陌生的家庭 谁也不认识 爸妈 培养了她二十多年 去了一个 新的一个地方 陌生的地方 又从您开始 您开始以后 还要给你生孩子 生孩子以后 还要把你孩子 抚养成大 还要给你 还要给你就是 洗衣服 做饭 做家务 这那的 哇呦 还要带孩子 哇呦 自己想起来 老壳都疼了 男孩子就只负责什么 就挣个钱就行了 就挣个钱 你就觉得男孩子 哦我挣钱 挣钱多有用逼 怎么定 但是其实 你把换位思考 你换到女孩子身上的话 这男孩子还 百分之 也还有很多 男子害怕什么 流血不流泪 但是真正把你 类似一下 所以我觉得 女生是真的伟大 就包括大片人也伟大 我母亲也伟大 小伙也伟大 全天下的母亲 都是伟大的 音乐器 所以我觉得 真的很伟大 女生真的很伟大 母亲很伟大 对 小果 因为小果 嫁了人以后 以后也要生小孩 你嫁人以后 以后也要生小孩 都必定 必须要经历这一关 你十月怀胎 就十月怀胎 这十个月 都是多么艰苦啊 一会儿手 手肿 一会儿脚肿 一会儿很伟大 伟大 太伟大了 感谢我母亲 感谢天下的所有女人 能让我们这些男孩子啊 就框框的 你看生下来 你看 挺好 小小的花园 你夸夸一对 所以为了代表 为了代表 对女性的尊重 给你们 为了就真的 对 说的全都是 全都是道理 没有一句 不是道理 对不对 为了感谢 全天下的母亲 全天下的女人 我献上那么一首歌 给直播间的 所有哥哥姐姐们听 好吧 来一首妈妈 对不对 妈妈 可不可以 有一首歌 是我们 遗族的一个 遗族的 一帮前辈 叫遗人制造 唱的一首歌 我看一下 对对对 就是这个 一首妈妈送给 直播间的所有哥哥姐姐们 送给全天下的母亲 遗族的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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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是一个心愿为了妈妈 我真的不想让你失望 妈妈 因为我的梦想在远方吗 妈妈 永远自想没你的妈妈 你是我心中永远不灭的伙伴 黑夜你我不会迷失那方向 让人们再来给我点准的三个 好好听 谢谢谢谢 感谢全世界下的母亲 以及全世界下的女人 谢谢你们 感谢你们养育了我们 谢谢你们 一首妈妈送给你们 就送到这个地方吧 就不唱完了 再唱就流泪了 不行了 要忍住呀 不唱了 唱完就流泪了 唱完流泪就不行了 谢谢所有哥哥姐姐们的光临 也以及所有的观看的所有朋友们 没有过多的要求 直播间的话还是那句老话 不用刷礼物 进来看看就行 如果真心真意想支持古地 然后支持我们的话 就在上方这个地方加入一下粉丝团 下次直播直接通知你 成为我们真真正正的一家人 所以不要吝啬你们的这小一毛钱 加一下这上方这个粉丝团 行不行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 点 上方小黄心 加入一下粉丝团 谢谢大家 还想听什么歌曲 都可以给大家呛 就是害怕评论的时候 没有真真正正自己的粉丝团 这得多尴尬呀 是不是 所以的话 加一下粉丝团 我感觉比给我刷几千几万的礼物 还要高贵 谢谢喜欢我的 给你们一个爱心 给你们一个爱心 喜欢我的 爱你们 挺好 我要用我的歌声 我要用我的行为 我要用我的行动 慢慢把 慢慢 慢慢 感化 大漂亮 人心是要去感化 人心是要去慢慢慢慢的 感化 所以 像大话西游 那个 我周星辙偶像演的那个一样 唐僧一直在感化他的徒弟 对 谢谢大家 谢谢 你看我这么 这么一讲以后 你看全都是加入粉丝团 加入 粉丝团的 就在上方小黄 不是 一直说 一直说小黄车 小黄车都说习惯了 对 上方小黄星 小黄星星 加一下粉丝团 好不好 就一毛钱的时间 不用刷礼物 只不见 或你们真心真意喜欢我 喜欢我们直播 喜欢我们唱歌 就加入一下粉丝团 证明你对我们的爱 好吧 谢谢大家 接下来再给大家唱什么歌呢 也叫说后来 后来 他想听后来 想听后来 对不对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 可惜你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 明白 有些人 一旦 一旦错过 就不再 那就 给大家 唱首 后来吧 确实实实 这个后来的话 怎么说呢 因为确实实 之前 我只好唱一首 我们的一首歌 你最拿手的 没有伴奏吧 那个 那行吧 那就 我后来一会儿再唱上大片的 先唱 这个 他的那个 那个歌吧 好 谢谢 哈哈 哈哈 嗯 各个姐姐 我给你们唱一首 就是我们遗族的歌 就是那种女儿 要嫁人的那种一个 唱给女孩子的吧 就是有点伤感一点 然后也是 我选美的唱的时候 我选美的时候唱的 我选美的唱歌 好 祇在路着荷尖的心 贴地厚着 哪里吃的荡荷啊 贴地厚着 哪里吃的荡荷啊 贴地厚着 哪里吃的荡荷啊 天天之上 何路是淡白的 不知何心塞里塞里塞 词曲 李宗盛 好 你问他下 好听吗 那个 美女帅哥哥哥姐姐 叔叔阿姨美好不好听 好久都没有唱了 就是我们遗族的一首歌 然后就是 差不多就是女孩子 远嫁了嘛 然后思念家里面的家乡 然后父母 还有亲戚朋友 就是那种过得好不好呀 然后我想回来 就是想念家乡 想念家 但是声不由己 然后就没有回来那一种 所以这首歌就是很适合 我们这边遗族的女孩子唱嘛 因为你们的话 应该听不懂是很正常 但是我可以给你们解释 好 是一个唱歌的料 唱得太好了 下次别唱了 唱太好了 下次不用唱了 大片子也不错 对不对 大漂亮的话 真正真正 挺好 但是的话 她和我的关系的话 是我的 一个妹妹 妹妹对 妹妹 大漂亮 大漂亮 大漂亮喜欢的那种风格男孩 不是我这种男孩 对不对 对的 对 对对对 所以大漂亮挺好 对 有没有看上大漂亮的 看上大漂亮的 给我私信 我给你们相亲 我做主持 尊敬的各位来宾 各位领导 欢迎参加 大漂亮的婚礼 到时候你们 到时候有时候你们住的近一点的话 可以给你们 发位置 然后你们过来 大家车费的话 我报不起 车费你们自己报 但是吃喝睡 全都我们可以安排 你要是结婚了 你要是结婚了 只不见有人要来参加的话 车费我报 住的我来报 可以 行吗 那吃的我来报 吃的你报 对 吃的我来 对 然后车费 机票嘛 咱们就直接机票 机票来回 我就报不了 但是半官的 主要是人品 假的嘛 就能看得过去就好了 不要太吵 但是我唯一的要求 对声哥有点要求 我喜欢一米七五以上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自己也不算很高嘛 然后我想要高一点的老公 然后以后不会影响后代 后代也会遗传 他会高一点 不然跟我一样的话 像矮冬瓜一样 就不好了 所以只有这么多 这个已经大概 大家都知道了 还好我只有一米七三 真好 行 接下来不是刚刚有人说 想听后来吗 对不对 那我们就 就是 如果你们不知道 是什么样子的话 就是像我偶像这样子的 大头小话差不多 他怎么又扯上我了 你那个不要 你 好 真好 确实实 以后啊 有差不多有两年多的时间了 唱这首歌的时候呢 确实实会 在脑海里面就会浮现很多的画面 挺好 我觉得不好 所以唱这首歌的话 可能 他也会听到 对 他也会听到 但是还是得说那句话 感谢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你 对我的付出 以及 帮助 谢谢你 一首歌 送给直播间的所有歌姐姐们 希望你们能够喜欢 后来 我总算学会了 如何去爱和心 早已远去 消失在人海 后来 终于在眼泪中 我明白 有些人 一旦错过就不再 枝子花 白花瓣 落在我蓝色 白着裙上 爱爱你 你轻声说 我低下头 温解一阵芬芳 那个永恨的夜晚 十七岁 总想 你问我的那个夜晚 让我往后的时光 啊 啊 啊